對 因為青山宮這個繞境算是這個宮廟大事 不過它每隔幾年就會發生就是說嚴重的擾民 因為它大量的釋放鞭炮 而且呢 因為它釋放鞭炮時間非常的長 那麼甚至連到深夜到凌晨都還在釋放 那這次好像除了這個萬華地區 包含板橋地區好像也有居民在投訴 那我覺得像這樣的一個宮廟繞境 還有大量釋放鞭炮 其實必須要做一些管理甚至是管制 那麼因為宮廟的盛事 但是不能夠去影響這個民眾的權益 那我個人覺得台北市政府是太消極 因為我自己本身在九年前 我就曾經接獲有關青山宮附近居民的檢舉 也就是同樣的是在晚上大概兩三點還在放鞭炮 那個時候包含110還有1999也幾乎全部被打爆 那那個時候呢消防局的回答就說 這個釋放鞭炮事前是不需要經過申請的 那以今年的事件我發現台北市消防局仍然是這麼消極 說這個呢釋放鞭炮不管它的數量或者它時間都不需要經過申請 那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那你想想看你釋放鞭炮基本上它應該 比如說你至少夜間11點以前就應該結束 免得去影響這個民眾權益 不管是噪音或者會被造成一些公安的危害 可是消防局就完全不管啊說它反正你不需要申請 所以你愛放多少就放多少 你愛放多久的時間就愛放就放多久的時間 那最後都是在民眾投訴之後呢才由環保局出來收拾殘局 然後捡幾個案子來罰款就了事了 那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喔 那麼所以我覺得台北市政府應該還是要積極一點喔 因為不要說每一年市長啊怎麼都會去參加 然後大家就得過且過 那麼每一次這個民眾檢舉 大概他們等於說扛著這個戴著安全帽 過去一個禮拜也就算了 那也許哪一年又發生同樣的事情 所以我個人覺得就是有關青山宮 它釋放鞭炮的數量還有時間 我認為都應該去提出事前的申請 那以這次來說是主要是噪音喔 那大家覺得很吵很鬧 那假使如果很不幸發生一個死傷的這個火災的話 那這個不是問題會更嚴重嗎 所以我還是希望台北市政府能夠更積極一點來作為 網路上會看到就是那個爐主是拜託喔 來競香的這個競香團不要再釋放煙火啊 那我覺得這個也讓這個青山宮本身去對他這些 那這些競香的這些團客還有這個其他的宮廟來 我覺得也是可以提出一個比較制止的作用 而不是要靠說爐主啊或者廟方要拜託請託說 競香團你不要再放鞭炮了 不然的話到時候所有的責難都在廟方身上 那因為如果你一旦有申請你有這個時間的限制 那麼他們就可以當然可以告訴所有的這個競香團的團客說 比如說你在夜間十點你就不得再釋放煙火 如果任何釋放煙火你自己去承擔 如果要開罰的話你們自己去繳那個罰單啊 而不是說把所有的責難都變成青山宮一間宮廟來承擔 我們尊重所有宗教的活動 但是你已經嚴重冥想民眾的權益 民眾不管是噪音跟交通都已經把你1999把你110都打爆了 那麼警察還有環保人員就一定要出去機查嘛 那所以這個其實也是對於警力來講 還有環保機查人員來說也是一個非常大的負擔 所以我才講說今天應該要透過一些事前申請 那你宮廟舉行這樣子的一個大型的繞境活動 那你包含數量還有時間應該要有一個限制 比如說你申請你放煙火放到夜間十一點鐘 如果超出十一點你就要開罰 你想想看就說像我們小巨蛋演唱會 你如果超過十點都會開罰 那更何況在那邊大放鞭炮煙火 然後吵到十二點以後甚至吵到凌晨 看民眾投訴有的是說好像整夜都在釋放鞭炮 那這樣都不要用任何的處分 只能靠警察跟機查人員到第一線去查機 我覺得這樣是非常不合理 而且這一位民意代表就是當地選區的民代嘛 所以選區的民眾非常生氣啊 是說那這樣以後你就單純當歌手 那你就爽當歌手 你不要當民代 我覺得作為民意代表 你應該還是要維護民眾 你的選民的權益 那如果你只是喜歡在舞台上 享受那樣的掌聲的話 那你真的回去當你的歌手好了 你不是實際上的除了嗎 走音 這麼久 你怎麼會這麼久 你怎麼會這麼久